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收看CIX美洲华尔街 由中文投资网和凤凰卫视独家冠名播出 我是主持人Nanel 一样让我们用短短两分钟时间来关心扫描一下 本周美股三大股指的走势 这星期很多投资朋友都在问美股发生了什么事 美股迎接了将近十年来最惨烈的一周的一个跌幅 甚至我们可以说这个跌幅的幅度呢 飞航接近2008年发生四代危机的时候 那大家很关心的就是美股跌得这么凶这么惨 究竟发生什么事 我们这礼拜为您归纳了两点原因 第一可能是美国的国债利率的上涨 只要美国的国债利率持续的高涨 美股的跌幅就有可能持续下去 第二呢就是市场对于美联储 即将加快加息脚步的一个担忧 美联储有可能会持续它加快 它的加息的一个步伐 那市场的恐慌情绪就会逐渐上升 造成整个三大股指持续下跌 跌跌跌的一个惨况 我们来看一下周一呢 道琼斯指数跌幅一度达到将近1500点 几乎把去年的一个涨幅全部涂了回去 那时间来到周二和周三呢 虽然呢美股短暂的出现了一些反弹 甚至在周二的时候 科技股呢全面的一个反弹 出现了科技股起义这样的一个消息哦 不过呢时间来到周四 一样又继续把反弹的这个幅度 全部都吞吐又继续跌了回去 甚至乱在周四我们可以发现 许多蓝筹股呢 已经它的跌幅呢 已经都是超越了去年的一个涨幅 甚至包括几只非常重的蓝筹股 FANG包括Facebook微软以及Google 跌幅都超过了4.5个percent 跌得这么惨呢 甚至道琼斯在周四又跌了超过500点 现在时间来到周五 持续美股一样是一片惨红的一个状况哦 接下来下周呢 很多分析认为这会是一个牛市的一个开端 一样就像我提到的国债利率 还有美联储这个加息的步伐 将会是影响我们接下来观察美国股市 非常重要的两大原因 朱文投资网会持续每天为您关注这个美国股市的表现 同时下周的美股周报 也会整理一周的美股大时机 欢迎回来CIX每周华尔街大家最喜欢的单元之一美股网红达人 我是主持人Nanelle在我旁边跟我们一起看 这礼拜分析师龙虎榜的是Jason老师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礼拜非常惊心动魄 而且精彩刺激的分析师收益龙虎榜 好的大家看完了这分析师龙虎榜 Jason老师跟我一样是不是发现了一些奇怪的地方 我们的一直以来的第二名温老师不见了 是 诶不接话了 对 温老师呢 这礼拜呢 因为他跌出我们分析师 他的收益呢 因为比特币这个盘式的这个拖累呢 所以跌出了我们这个龙虎榜排行榜上面 那其实是主要是温老师主动提出 他如果有负的 所以他退出了这个排行榜 温老师是一个非常坦荡荡 而且负责任的真男人啊 所以我们现在Jason安老师高枕无忧了 你没对手啊 还是温老师你对手 下涨比较稳健 然后现在温老师呢 主要是比特币的波动性 实际上就是一天 对 然后瞬间的 我们都下涨 瞬间的跌了40% 然后但是呢 转天就回到17% 像今天的话比特币收涨的话呢 我觉得可能收益率还会往回继续收益 但是呢 短线的回车率 那个瞬间的回车率比较 比较凶 所以说呢 当时一下好像就触及到这个线了吧 温老师呢 也是主动提出 说不行了 我就天天的出差 哪有功能看 像你们一样天天盯盘 对 我说老师呢 就那个 我觉得 我觉得这种 懂得放弃 我觉得是好事 是 是好事 而且其实温老师在这个比赛上 这个利基点本来就是 对他来说本来比较不公平 因为他的行政事务非常的多 同时还要参加这个实盘比赛 本来他就是吃亏的 所以对 温老师他回来之后 会经过继续一番调整 所以我们会继续观望 看看比特币会不会回调 温老师会不会重回这个 你强力的竞争者 实际上我觉得 现在能够 在咱们那个范围之内 我觉得温老师是最具有竞争力的 因为温老师呢 首先来说敢下重注 另外一个呢 他的产品的这种波动性很大 瞬间就起飞 就50% 100%上去 所以说我觉得 最有突发性的 那么就是温老师的这种仓位 只不过呢 他是正在赶上比特币的一个调整 然后又无暇顾忌 所以瞬间的就向下调整 所以呢 我心里踏实很多 心力爱爽 心力爱爽 表面上不能露出来 因为温老师得负责发我们公司 得罪人的话交给别人去说 你还要让温老师说 是是是 太坏了 安生 安生你讲一下自己 300 上礼拜睡了一觉 睡了一觉 这礼拜睡醒了 这礼拜因为大盘调整嘛 然后在 周三 周三左右的话呢 我们看到了大盘的一个反弹性的机会 那么我们就选择了几个股票 然后开仓 那么有两只股票呢 正好是报业绩 那么也不错 一个40%的 一个20%多的 然后呢 通过这两个票的 这个业绩的这种行情 然后把收益率呢 给做上完了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确散老师 这真的厉害 我佩服 上礼拜三百 睡了一觉 因为睡觉 所以守住三百 现在又进入睡觉状态 现在又要睡觉 现在又进入 这礼拜呢 一睡醒 马上又变400 那现在又开始睡觉 又开始睡觉 所以是要提醒我们大盘 又会出现调整嘛 是的 所以我们要严加注意 是非常注意 我现在空仓 空仓 好 那待会我们私下聊一下 好的 好的 那就是我们大家 非常精彩刺激 就过了这金星东坡的一个礼拜 不过如果你有跟着 Jason老师一起操作的朋友呢 我相信这礼拜一样是收获满满哦 记得大家跟着安神就对了 待会我们要欢迎另外一位非常厉害的老师 Bren 也要分享一下这礼拜的一些交易心得 ChineseFN.com 中文投资网 一个赚钱的网站 好的 刚刚是Jason老师 现在马上来欢迎Bren老师 大家好 是Bren老师呢 在我们的龙虎榜 现在已经就是第二名的位置 因为温老师在经历了 这一次的洗三温暖大震荡之后呢 温老师他已经正式离开了 我们的这个美股龙虎榜的这个交易的 这个收益率的排行榜里面 那Bren老师跟我们讲一下 温老师这礼拜是因为多少 而跌出了我们的排行榜 真的可以说吗 可以说 会不会影响仕途 不会 温老师有在电话里跟我说 因为温老师就是坦荡荡的人 对 好就是好 那如果说这次交易出现了滑铁卢 那我们就是一样是坦然的面对 其他分析师还是都非常厉害 对 而且温老师他其实大家也知道 他最近在忙于公务 他真的没有时间去调整这个仓位 所以也是情有可原 那我就可以告诉大家 温老师是以负40%的现状 退出了这个龙虎榜 主要原因还是来自于 因为我看到他的仓位 他只有两只股票 那么这两只股票呢 全是和比特币相关的 那和比特币相关的这个状态 就是当比特币出现一个大幅度下跌的时候 他自己受到了一个非常严重的影响 包括上个周 我没有来做这个美术华尔街 上个周我自己的账户收益率 也从原来最高的50% 已经缩到10%以下了 那今天大家可以看到 我是重新回来了 其实怎么说呢 这个 这就是一个短时间之内 你想去判断一个长线投资和短线投资区别的一个最关键 那Jason老师呢 他通过短线的操作 把自己账户锁在这个地方 那我呢 也可以通过一个短线的操作 把自己的账户收益率重新的往上提一提 但是如果你是一个长期投资的话 你就注定需要时间去证明 所以我看到无人老师的退出呢 给我自己也有一个影响 因为我会发现 如果在我们的VIP试盘当中 长线投资是不太适合的 长线投资的话 他需要时间去证明 所以呢 短时间之内 尤其是这种大波动性的东西的时候 你是没有办法去短时间控制的 所以而且我也想让大家看到的话 既然老板他都可以说自己 这个 达到这个亏损值 对亏损一有一出现马上退出 而且温文老师真的很干脆 二话不说 退 所以意思就是给我们打一个提前量 如果我们真的是 也会出现20%以上的亏损的话呢 我们应该也会退出 所以大家有理由相信 我们在VIP当中的下单 每一笔单子都是我们会认为 至少我们认为是经过 充分的准备研究 会认为给我们收益率带来一个好的 所以我们也会认真的对待 这个试盘的一个竞赛 是 其实我们从去年的7月5号 推出实盘以来 不管是温老师还是每一位分析师 大家都是每天战战兢兢的 在面对这个1万块美金的这个操作 因为这不仅是分析师自己的钱 同时也是我们要对所有的 我们中文投资网的客户来负责 对 所以大家的这个表现 温老师带头的这种表现 真的是非常负责任的一个做法 我自己也非常的钦佩 那温老师你谈一下 你自己的仓位 温老师一度跌到40 但是随着我们比特币的这个情势的回升 一定要拿住 那当时呢 能要你的入场成本是20块钱下方吧 没有是上方 21吗 再多一点点 22 我就打你23块钱的一个成本价 这个股票最多涨到30块钱 35块钱 35块钱 你想想中间差的多少 这就是一个 当你去看中一个标的的时候 你自己不愿意去坚定的持有 你就会来回的波动 这就是温老师说的 你不要来回的去炒 来回的去吹的 你要有一个坚定的方向 那么这个股票我的成本最低的时候是在20块钱下方 那么我们一直达到30多块钱 这个股票呢 我还会一直持有 2018年 它会一直在我的portfolio当中 所以如果大家还不知道这个股票的话 别忘了再拨打我们的电话 屏幕下方的电话 我们会告诉你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股票 是 1800958 8561 Brun老师会告诉我们客服代表 如何跟大家分享这只股票 那这只股票我现在可以买吗 我会帮你再找一个低点再买回来 好的 谢谢Brun老师 不要再听Will的了 没问题 我就是听了Will所以卖掉 好的 非常谢谢大家收看我们最精彩的美股网红达人 待会广告回来 继续还有更精彩 非常精彩的美洲华人间 马上回来 观众回来 欢迎继续收看CIX美洲华街美股高峰会的单元 我是主持人Nanel 今天跟我们一起来分享这间公司的分析师是Will老师 这间公司呢Will老师很熟悉 我也当然很熟悉 观众朋友也很熟悉 就是我们刚刚转版成功上NASDAQ主板的商业客户NMRD 那这次呢我们对NMRD他的Business Director在英国的拉夫报 进行了洛杉矶英国连线的这个越洋采访报道 那很不容易啊 是因为登上NASDAQ主板毕竟真的是一件很大事情 待会呢他会跟我们分享一下 NMRD在这次多年努力呢 终于登上NASDAQ他们的心情 以及接下来大家最关心的就是NMRD的Sugarbee 这个仪器什么时候能够在全球上市 他们待会呢也会跟我们分享一下上市的时间表 首先呢Will老师来看最近NMRD的股价表现如何 股价的话最近啊咱们都知道这个大盘走得很糟糕 所以说NMRD多多少少也有些影响 基本上还是在4到6之间这个位置呢进行来回的波动 其实还是要看公司什么时候上线以及上线之后 它这个Sugarbee这个产品能卖成什么样 这个才是一个公司最扎扎实实的这样的一个销售 我说是一种核心竞争力 只要这一块能够稳步的提升上来的话 其实公司的股价不难逐步的上升 是不是在身上NASDAQ主板之后 许多公司的这个能见度都会大大曝光 是的尤其是它现在这个成交量比较低迷这种情况下的话 转版之后起码呢是有了一个主板的身份 这样的话之后去这个基金啊 他们去炒作的时候就容易很多了 因为我们知道很多基金在选股的时候 它可能就压根一筛选就不筛选这个场外市场 哦直接要从NASDAQ当中选 结果现在它现在进入NASDAQ了 就有可能被选中 尤其是如果说它的业绩在走好的话 那就更有可能呢被这个迎来基金的一个青睐 哦所以接下来MRD 它现在4块到6块这区间来回震荡 接下来我们产品主步上市之后 期待呢它的股价会有更进入的表现 那么先来看一下 我们在洛杉矶英国联线采访报道的第一集 而是在区别的业务上 我们非常感兴趣因为 因为这个业务的价格 业务的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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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也有更多的价格 业务的价格 计算是这种业务的价格 是在对抗病毒的价格 业务的价格 有任何问题 有多4百亿亿亿亏 业务的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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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价格 to improve the outcome of their diabetes so it's a major opportunity to empower patients to help improve their own lifestyle Yes Now in terms of the UK we recently completed our European trial to achieve our CE application which we require for UK launch What was good is the results we've had from that give us a lot of confidence that the sugar bead device will indeed be a formidable tool for diabetics and it will allow them to monitor and manage their sugar levels as we anticipated We expect the CE approval to be achieved in the coming months Now the CE approval is what you need to get approval to market the product in most of Europe and so we're hoping to first launch the product in the UK soon after we gain approval and then on the back of a successful launch in the UK we will then roll the product out to most of Europe and also to the Middle East and some Asian countries in terms of the United States which obviously is a major potential market for us and we're currently planning to do trials in the US to meet the FDA requirements and we expect those to start in the next few months and that will enable us to launch the product in the US probably towards the end of next year At the UK we expect sometime in the next few months as soon as we get our CE approval and then once we've established that the product is successful in the UK which could be very fast and we intend to move on to a number of different European markets and we're also talking with people to launch the product in some Asian markets and in the Middle East ChineseFN.com 中文投資網一個賺錢的網站 歡迎回來CIX美州華爾街 比特幣百萬富翁單元 我是主持人Nanel 在我旁邊的是我們今天 Wan老師的代班人Will老師 大家好 主持人好 是 Will老師呢 這禮拜繼續代班我們 就是仍然在外面奔波 忙於公務出差 為公司打拼的Will老師 但是呢 Will老師這兩個禮拜不在公司鎮守 果然他的比特幣就出現了一些狀況 Will老師講一下 這是失去了一個最強的支撐 其實在星期一 就是本周一的時候呢 是出現了一個非常大的跌幅 一度是跌到了這個6000美元下方 也是整個大家都很緊張 對 我們眼鏡都掉下 眼鏡 眼鏡都掉下來 那簡直是沒想到 從一萬七好像掉到六千 就是一瞬間的事 但是其實在現在到今天為止 其實他已經逐漸的起穩的 開始有了一個回升的過程 他跌到這個5600上方之後 開始逐漸的回升 從一步一個台階到6500到7000 再到今天突破的之前8600 這樣的一個幾天的一個阻力線 再重新往上走 如果說還能往上走的話 說不定還有機會呢 返回到1萬美元以上 而且啊在這周的話 其實呢 比特幣呢也出現了很多 比較負面對他的消息 包括美國的這個證監會 以及這個CFTC 就是另外一個監督委員會呢 也都是要表示呢 對他加強監管 但是在這條新聞出來之後 實際上這個市場反應已經比較平穩 或者說已經有點麻木 並沒有再出現這個進一步的一個下跌 而且呢 即便是再加上中國的這個嚴厲監督 然後再加上這個 還有這個美 就是說很多這個大佬的討論比特幣 以及韓國日本他們相繼的這個禁止 但是比特幣呢 卻仍然在這一段保持了一個比較 就是已經開始周一觸及低點之後 開始要上反彈 其實這個態勢呢已經是有一些明顯了 他還有機會呢往重新往上走 而且我覺得啊 在美聯儲或者說啊 不能說是美聯儲吧 就是SECE就是證監會 他們開始證實這個問題的時候 就說明啊 這個比特幣有可能之後 會進入一個比較良性的交易 或者這個投資的這樣一個渠道 因為還管事的開始來了 要他要讓他更加的規範化 是 所以這其實常人來說 對比特幣是件好事 只不過呢 這星期我們王老師的這個 比特幣重倉的這個 這個美股的倉位呢 那確實是受到了很大的這個波及啊 是經歷了一次非常深度的洗三溫暖 所以Will老師這禮拜 看王老師的這個交易 這個大洗三溫暖之後 你還有找到一些 值得推薦給我們投資朋友的 比特幣或是數字貨幣嗎 嗯 除了就是咱們之前啊 上周時候咱們講到了一個 柚子幣 同時我們在這周來看 還有愛達幣 對還有愛達幣 然後這周來看的話 我們還能看到三大幣 這個其他兩個 以太幣瑞波幣這兩個幣呢 也是跟隨著比特幣的腳步呢 也都在這個最近幾天啊 出現那個氣氛回聲 而我今天要給大家說的這個幣啊 就要做這個恒星幣 Stella 恒星幣這個這個幣啊 其實比其他幾個幣 都還要更有意思一些 它呢是原來是這個瑞波幣的系統 建立起來的 所以說它上限也是很多 它上限是1000億枚 上限1000億枚 而且創立這個幣人正好就是之前 創立瑞波幣的這個成員之一 對然後呢這個結果呢這個恒星幣啊 就在最近一段時間 也是跟著這個比特幣走的一遭 現在呢也處在一個向上的渠道裡面 而且這個恒星幣在實際應用中啊 其實已經開始用了 它採用的這個恒星幣 就像它這個名字一樣 就是它把這個每個服務器 就都稱為恒星服務器 然後呢每個人之後 每個人所有用的這個服務器啊 都成為就是像星際之間連接一樣 可以進行交互 同樣一個帳本 24秒所有的帳本一起更新一次 以保證總體的這個帳本 大家的這個匹配的統一性 而且正因為它的這個性質 它現在已經在非洲的一部分地區 尤其是這個福利基金 因為恒星幣的這個組織者 裡頭有相當一部分是從福利基金傳人 它的用途啊在一些福利基金 像這次在非洲 支援是尼日利亞 或者其他地區的 這個福利進行福利發放手 已經開始用到了這個恒星幣的系統 所以說之後的話 恒星幣在實際應用裡頭 尤其是在慈善這一塊 可能會大有作為 哇發揮它的效益 所以如果大家對Stella有興趣 其實我們之前 在看我們比特幣千萬富翁節目的行業採訪 我們就採訪到瑞波幣的顧問 他同時也是當時Stella 充滿支出的顧問之一 所以大家也可以回去看我們其他的節目 中文投資網其他節目 都有提到相關比特幣行業的這些訊息 那我老師今天分享這個Stella 大家最關心的還是他會講嗎 我自己覺得就是說因為他呢 現在他的成交量其實已經是在整體的前十的範圍之內 是在前十 而且現在是三大幣 瑞波幣 比特幣 如果之後他們都能反彈的話 其他的還是會跟著走 而且Stella 這個恒星幣 它本身在實用性方面 還是有比較強的效果 更重要的是他已經投入實際使用了 所以說在這個方面 大家從我這兩天 上周跟這周說的幣 就能看出來 我是一個比較注重實用性的一個人 是 柚子幣有他自己的這個實用點所在 他的交易頻率能夠更高 而恒星幣實際上已經在慈善基金中 他這個會款中已經使用了 那麼之後他的實用性得到證實之後 會進一步的有這樣一個發展 而且他的幣 他的幣很多 他不像比特幣一樣 他比如說有上限 有限量 一百萬個 他一千億個 雖然說也是有上限 但這一千億個 一時半會兒還是用不完的 是所以比較不會出現 在買不到幣的狀況 對而且他也很便宜 這個挺重要的 其實比特幣一個 一個可能要上萬 但是這個恒星幣的話 跟瑞波幣一樣都很便宜 是幾毛錢 還沒有充到一塊錢 所以說這個大家買起來 也會不會那麼肉騰 你想買幾百看一看情況 也是很好 是的 所以魯尔老師今天推薦 這個Stella呢 恒星幣呢 大家可以作為一個投資的參考 那同時這邊我們也要打廣告 就是如果所有的投資朋友 對於幣圈的一些相關消息 或是哪些幣值得買的分析 有興趣的話 當然一定要密切注意 我們中文投資網 即將推出的 Newcoins 168 新幣一路發 這是我們全新會推出的一個網站 Newcoins 168 大家有興趣的話 裡面非常非常多 關於幣圈的行業訊息 還有投資的一些資訊 提供給您 以上就是我們這星期的 CIIX每周華爾街 比特幣保安封單元 下周同時間我們再見 您正在收看的是鳳凰衛視 CII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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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IIX